土宰这个行业 它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提倡戒杀了放生了 那是不是也会有些负面的影响呢 这样子的话确实是不合理 因为有放生才会有捕捞 所以不应放生 最终还是佛教徒自身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目前媒体和评论对于放生行为持批评态度 让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的放生都是破坏环境 是放死的行为 这样子的事情呢 其实媒体也没有夸张 这是事实 辞成罗珠刊部 色达喇荣五名佛学院刊部 教务负责人 当代著名宁玛派上师 藏传佛教的弘扬者 刊部长期深入藏地 以广大慈心 宣导戒杀放生 速食环保 教育禁毒 防治艾滋病等理念 眼见现代人杀生情况严重 手段残忍 自1997年起 他亲自率领大众放生 倡导生命平等 窃杀护生的理念 并不断调整改进放生的方法 强调以严谨的态度 科学的方式救护生命 近20年来 数以亿计的生命 因此于屠刀下获得新生 他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 放生刊部 各位好 欢迎收看惠登温道节目 那么这期节目里呢 我们依旧请到了 辞成罗珠刊部 为大家就放生的话题 继续地给大家开示和解答 师傅您好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倡杀生者 让他转业 就是转行 但这样是不是相当于 也是害了他们的生计呢 就是屠宰作为养殖 就是这个行业 它也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部分 那如果说我们大家都提倡 就是戒杀了放生了 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呢 对 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子考虑 比如说这个杀生跟这个放生 这两个比率 比较的话 那这个 这个这两个的差距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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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所以呢 我们再提倡这个放生 再提倡杀 其实是 这个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个根本就 这个大的 比如说这个行业 就杀生的行业 就根本就影响不了 只不过 这个只不过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修炼慈悲心 或者是挽救一些少部分的这个生命而已 实际上是这个是不会不会有影响 即使是有 比如说即使是真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的放生跟这个杀生的这个比率差不多 或者是有一天我们的这个放生的这个粮就是超过了这个杀生的这个粮 就是跟他们的收入就带来一定的这个这个这个影响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也不应该这个长岛 解杀放生 这样子呢 我想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是这个钱 是不是什么钱都可以赚 这个赚钱 需不需要这个选择这个赚钱的这个手段 首先我觉得要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说只要赚到钱 那么这个手段就是无所谓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想的话 这个首先我们就比如说人类 尽量的就这个人类的生存 尽量的尽可能的就不要给其他的物种 带来太大的这个生存的威胁 这样子的话确实是不合理 那么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说这个收到这个 比如说这个杀生某一间某一个杀生的行业 是他的一个这个重要的这个经济支柱 那么所以就是不论这个影响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想比如说在西方一百多年前 在西方长达四百年的黑奴的交易 那么这个黑奴的交易当时是很多西方资本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 把非洲的人拿到欧洲美洲去交易 然后就当奴隶就已经长达了四百年 那么当时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就是一个他的专钱的手段 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控制 这样子的话 那也是同样也会影响到有些人的经济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交易 这个黑奴的交易 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经济来源 经济来源 那么他没有了这个经济来源以后 那他的经济是一定会受到受到影响 那么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选择就是非除这个黑奴的交易 还是继续赚钱 那这个就是一个选择了 这个时候是没有一举两的 这个时候就只能选择一个 但后来就是这个就黑奴交易结束了 很多人也就是受了损失了 但是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那我们现在我想 其实我们在动物身上做的事情和想的这个事情 很多都是其实如果在如果放在人类的身上 那这个是这个是历史上的这个罪国了 变成历史的罪国了 但是我们因为他们不是人类 他们不是人类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都都都不去关心 如果这种心态啊 这种心态啊 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这样子的话 这个我们接受了的话 那么最后呢就会在人类资深啊 就会会会这个产生啊 就是像纳粹主义的这个死乡啊 西方的这个黑奴的交易啊 那么这些都是在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这个北京下啊 产生的 所以呢 我觉得不管它是人类还是其他的这个物种 凡是省民 凡是有亲众生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至少要尊重啊 他们的这个生存啊 尊重他们的生存权 所以我想的话就是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啊 把其他的这个把其他动物啊 人也好动物也好 把其他动物其他的一个生命的 他把他的生命啊 装变成金钱啊 然后就 我用把自己的心腹就在这个上面减理起来啊 这种做法 我觉得不管是在人类呃 发生在人类身上啊 或者是动物身上啊 都是不合理的 嗯 所以呢 也许有一点啊 也许有一点这个这个 比如说在他的经济方面 也许有一点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 但是我想这个这种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去转钱 本身就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呢 人类呃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呃 没有发生过呃 所有人都不杀生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时间啊 以前也没有 以后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因为 现在这个这个社会啊 就是我们一个求生的方法啊 很多啊 求生的方法非常非常的多 这样子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啊 这个尽可能的啊 就是选择一些对其他的这个物种 对其他的生命是没有太大的威胁的这样子的生存的法啊 把这个杀生的行业当做一个唯一的一个活法啊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是应该是两百万年三百万年之前的呃 事情啊 那么今天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这样子 人类应该是尽量的回避啊 这样子才比较文明 谢谢 就是说杀生放生 如果放在人类身上就非常好理解 我们应该废除黑怒交易 我们应该不应该尊重少部分人的这个金钱的利益 但是如果放在牲畜或者是比人类低等一点的动物上来看呢 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理解 比如说一般佛家弟子提倡说从屠刀下面把这个生灵挽救出来 那您会不会说劝这个拿屠刀的人放下屠刀呢 对 拿屠刀的放下劝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嗯 但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放生的过程当中呢 也就就就就发现了一些这样子的事情 比如说有些愚烦他就慢慢的盖行了 他去开出租车或者是他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有这样子 这个也不是我们去劝 那么我们每天这么去放生的时候呢 他也去会思考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 那他为什么要去这样子放生呢 那这个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 那么我现在我做的这个工作是跟他们的这个是堆里的 那我这个是应不应该继续呢 他可能以前是从来都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么后来呢 他也可能就是精心了这个思维以后呢 他可能也就得到了一个结论 可能是我这样子下去可能是不太好 我还是我的生存不要 至少不要给这些生命带来这么极大的这个威胁 我这个是不对 反正有因果没有因果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呢 不管再怎么样 他们也是有清干的 有这个痛苦快乐 干受的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是把这个成千上万的生命变成金钱 然后呢维持我的生活 这样子是不对 那他相通了以后呢 主动该行做一些其他事情的这样子也有 也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放生的行为来影响 通过杀生来获取利益 让他们变得可以说更加的善良 对对对 好的 那么有请下一位观众来 堪布您好 您好 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捕捞放生物命的现象 一部分人认为因为有放生才会有捕捞 所以不应放生 捕捞的过失也应归于放生者 乃至引用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说法 对此您怎么看 比如说 有很多地方就是刚才你说的是对的 很多地方这个捕捞的现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么为什么有放生的地方就有捕捞呢 就是因为放生的人 他们没有考虑到怎么样就可以不能捕捞 他们就把这个买了以后很简单的放下去了 这样子以后就能够很容易的捕捞了 其实这个是有办法逼开的 比如说你放生放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然后放到分散 分散 放完了以后呢 你就在一个短期之内有人看 有人熟 那这样子以后呢 他也找到了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地方 以后呢 那就是也就不容易捕捞的 捕捞就是往往就是因为 没有考虑好 然后就是把集中的放 这个生物集中的放 这样子以后呢 就很容易捕捞了 比如说我们放生的时候呢 我们从一个捕捞制的这个角度 扮演一个这样子的角色 我们卖了这个 捉这些泥囚的这些狄龙 就有个叫狄龙这个王 然后呢 我们以这个捕捞制的身份去捕 捕了24小时 就只捕了还不到一斤 还不到一斤 完全是可以这样子做到的 但是我们的放生的方法很简单 方法简单的原因 就是为了放生而放生 就是不想走很远的地方 然后就很多人觉得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然后呢 就很多人觉得 这反正我放了以后 我就有功德了 我就有功德了 那么关于这个老和不老 就是他其他人的事情 可能我想的话 极个别的防生的人 可能也有这样子的心态 所以就是导致了这个不老的现象 因为这个很赚钱的呀 就是就集中在这个地方 你不需要分什么时间 就很快就很快就不老了 打量的这个这个这个鱼类 或者其他动物 又把它买到这个市场 就很快就一天量 一天当中就可以装一万两万 有这样子的事情 这肯定是有人老了 所以你要放生的话 你必须要考虑好这个 那么刚才你的问题的角点 比如说我们访了 被其他人老了 那么其他人老的这个罪过 最终是不是要算到我头上 这个是肯定不是了 这个不是 只是两个人完全是不相 完全是这个两回事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说 因为他老 我防我有我的功德 他有他的罪过 他的罪过跟我没关系 这种心态去这样随便防 那是肯定是不对的了 我们的方圣的目的是 不是为了我有这个功德 而是为了这些动物 给他一个这个生命 安全的这个生存 那这样子以后呢 我们这个不管这个功德有没有 和罪过有没有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放的时候 要分散 然后呢 就是应该在什么地方放 什么地方放 怎么样放 才能够不容易补牢 这些都必须要想清楚 放生的人 首先第一个 这个 第一个 第一时间 要做的事情是 首先是我到什么地方去放 什么地方去卖 然后呢 放了以后呢 有没有这个不老的人 然后呢 如果没有不老的人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田地 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就就会死亡 尽快速的死亡 这个端起这类死亡等等 他要想好 想好了以后 然后再去买 再去防 这个并不是说 买了以后随便防 这样子是不 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 这个 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不如法的 不如法的这个防身 或者是不科学的防身 不科学的防身和 不如法的防身 就导致了这个不老的现象 如果是你就科学的方式 根本是 根本是 比如说你可以 就二十 等了二十四小时 就一斤两斤鱼 那谁 谁就是为了一两斤鱼 投入那么长的时间 这个谁都不愿意的 所以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而是我们没有去想怎么样去解决 还是最终还是佛教徒自身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以后防身的人 必须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还是围绕着科学防身 来讲的 就是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 对相对安全 不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是如果科学防身 就没有杀害 对 所以看看下一位 来 堪木您好 您好 现在很多的城市 就是由于放生 那么已经资深出了一条龙寺的 这样的放生的产业链 有专门提供放生物铭的这个店铺 也有专门提供运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么更有很多地方 因为实际上现在大家都不吃泥鳅了 但是因为泥鳅便宜 所以呢 呃就大家都去买泥鳅 因此呢 也资深了泥鳅的养殖业 呃捕捞 买卖 这样的又是一条这样的利益链 那么由于我们的放生呢 呃可能 很难避免的 就是呃放生之后 他们又被捕杀了 那么 是不是就真的可以用刚才这句话说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堪布您怎么看 嗯 我想在这个问题呢 就在放生的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呃我们放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 我这个放生啊 会不会导致呃其他人的呃 这个去去养殖呃 或者去这个野生 如果是野生动物的话 就会不会这个捕牢 呃还有就是其他方面的这些 你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是是又是另外一个 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呃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就就有些旅游生地啊 有些游戏 尤其是比如说一些佛教的生地 呃都有这样子的现象 比如说在路边啊 有人有鸟还有鱼啊 就是就就就就叫这个游客 呃去买啊放生 嗯 然后呢访了以后呢 然后他们又会把这个鸟也好 这个鱼也好 又捕牢又捉坏来 捉坏了以后回来以后呢 然后又买给大家 那这个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不买是最好了 不要买不要放生啊 不要放生了 你如果不放生的话 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不放了以后呢 那他也就不会再去啊 不会再去这个这个做这件事情 这这种这种放生啊 对这些动物不但是没有帮助他们 而且是就是因为我们去放啊 啊导致了就是很很多的这个危惧啊折腾啊 因为这些动物呢翻翻覆覆的 有放有做有放有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虽然你没有什么追过了 比如说哪怕是你放了以后呢 就就产生了一个其他方面的这个负面的东西 但是你没有这个恶意啊 你不是故意的 所以你没有追过 但是有没有追过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们主要是考虑防生他的核心的思想 就是利他 利他 慈悲 爱心啊 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些目标的话 那么有没有功德呢 那是那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 有没有功德啊 有没有这个追过啊 这是不是不是首要的 这是词要的 首先要达到的就是就就就能不能利益他们啊 有没有帮助到他们 这个是最头当大事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像这类的啊 方生生我觉得是最好不要放了啊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啊 在某一个地方啊 逆秋也好 玉也好 假石啊 假石 如果我不买的话 那本这里本来就没有这个羊只的啊 本来就没有去这个捉啊 这些动物了 但是正因为我们有了 我们方生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就倒置了这个一系列的啊 一条龙的这个啊 这样子以后呢 啊 那这种方生的话 我觉得也最好不要放了啊 这个方式是没有意义的啊 还不如把这个钱啊 拿来做别的事情啊 这个钱没有必要就让这种人去赚啊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去做啊 但是另外一个比如说 我们的嗯 比如说我们买倪丘呃 是不是就导致了这个养殖呢 其实现在还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 呃 倪丘的这个养殖的地方 像东北呃 这个江苏的莲云岗啊 这些地方就是大量的大量大量大量大批的这个养殖倪丘 那么他们的倪丘都是出出口的啊 就是这个出口到韩国啊 每一个星期都有都有六七十万斤 一个样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养殖户啊 就一个星期之内都要提供给这个啊 起六七十万斤六七十万斤 那么对他们来说我们方生的人 你们如果你买的再多也好 那也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客户了 所以就是你买和不买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嗯 不会有影响的 所以这些我们要分清楚看清楚 如果真的是导致了这样子的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这种方生是不对的 嗯 所以说看不给大家宽了宽心啊 不是因为我们的放生才导致的这些链条的产生 那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如果我看到了这些由于放生而产生的这些产业链 这些人都在 卖这些动物呢都在产生痛苦都被集中在一个笼里产生痛苦 我们知道这是在呃 放生了之后会抓回来 嗯 我们看到了这些动物产生了这么大的痛苦 我们就会怎么叫视而不见了 我们就不应该去就管管他这些动物 呃 你是说在放生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些动物在承受痛苦 但是我们又知道啊 我放了 你会被抓回来 对 如果是你确定要抓回来的话 确定非常的确定肯定要抓回来的话 那就是我觉得这个意义确实不是很大 比如说你放下去了以后呢 几个小时他有可能是呃就得到自由 嗯 但是呢也就有就几个小时以后又抓又又抓回来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就去抓的这些人给他们也就提供了一个不太好的这样子的这个条件 嗯 其实就不是很好 我觉得啊 但是放生呢除了从佛教的角度讲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放生的时候的不仅仅是把他们放了啊 还有啊给他年啊年经啊年经年这个就佛教里面讲的这些最有这个能力的最有对他们最有绑足的这些佛经啊给他们年啊 然后还有以后呢啊就给他们吃一些喂一些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叫做甘露丸 那么这个就是佛教认为这个吃了以后对他们以后很有帮助啊啊就等等啊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比如说你把这个佛号啊念念了佛经念了佛号 然后呢给他们吃了甘露丸 那这样子放下去了啊 其实是他拉回来吃了死了 那当时呢这个方与不方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啊这个是这个是有的 嗯也就是说呃不一定就是很有很多方法不一定非得把它放到另外一个地方才叫放生我们可以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啊在没有办法对对对 比如说比如说你到了水上市场那么多的的这个鱼啊你不可能把全部买完那么这个时候呢但你心里呢也就是很难受呢 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帮助他们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呃给他念这个佛教里面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 啊给他们这个周语啊给他们这个周语啊给他们念这个周语啊给他们念这个这个啊 比如说我们念一些佛的名号像这个啊 像这个啊观世音菩萨释迦摩尼佛阿弥陀佛等等啊这个名号啊给他们念名号啊 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在他们听到的地方啊给他们念这个啊 啊一些佛经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像心经啊之类的短的啊 啊简短的这些佛经给他们念 那么对他们虽然是没有放啊虽然是没有救到他们的名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他们还是有帮助 还我们还是利益了还是帮助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只能这样子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在你没有把握说买货买过来之后 他们可以到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的时候对还可以这么做也可以这么做对 好的那么看看下一位朋友您好看部我有一个问题 呃目前媒体和评论对于放声行为持批评态度呃对于少数的放声问题进行广泛的报道 呃让很多人让大多数人认为所有的放声都是破坏环境呃是放死的行为呃您对于媒体的这些报道和大家的负面情绪您怎么看 呃从媒体的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任何一个时钦他是一个公平客观的这个态度去报道 这个是应该是他的工作和他的责任呃呃但是呢他关于他怎么样报道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要求什么了呃呃但是呢我们自己啊佛教徒子生就是有一个呃呃有一个我们要做的这个责任 那这是我们以后的这个方生不管以前的是怎么样必须啊啊这个方生的团体也好啊一个组织的行为也好或者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也好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方生要如理如法啊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符合科学啊符合科学符合这个佛教的思想啊这样子去这样子去放啊不能就是呃为了方生而方生啊因为我们比如说媒体的这些报道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说就就据我了解的比如说有一天就就就七八年前吧 啊七八年前在一个呃呃有一个城市呃那么这个城市的这个中间有一条河那么有一次呢就是赖了一些外来外地的这个佛教徒啊那么他们说呢他们就只有两三天的这个时间那么两三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他们一定要方完啊多少多少钱的这个圣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们把这个在这个 呃呃水产市场呃呃卖了大量的这个这个鱼类啊其他的这个呃生命然后呢就在这个城市的这个这个这个中间的这个河里面放了那放了以后呢就放了以后呢就放了以后立即就有人就去捕老啊那么真正就是捕老了五天了五天啊五天啊五天这我亲眼看到的 啊后来就是这个这个啊后来就捕老了啊那么这样子的事情呢其实媒体也没有夸张这是事实啊啊啊那这样子以后呢首先是我们这个佛教徒必须要把自己把这个方生要做好啊如果你自己做的好的话那媒体可能也不会恶意的操作 啊这我想他们也不会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佛教徒就是尤其是方生的人啊他自己把这个方生的方法啊必须要符合科学啊什么叫做符合科学必须要去学习啊必须要去清剿这个这方面的转家 然后呢啊削倒了以后然后就去就就就就就就去放啊另外一个就是放生的目的是什么放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这这些这些武中啊这个减少他们的这个恐惧啊对死亡的这个洪惶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上比如说我们不负责任的把这个拿到这里放了那放了以后呢我们放完了以后呢啊就被其他人老了啊死亡的这个这个恐惧啊 还是啊没有小除啊没有小除啊这样子实际上这个就是失去了这个方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所有的这个佛教徒啊尤其是经常啊长期方生的人必须要这方面要高度忠实啊我想这样子的话就是媒体也就不会不会有恶意的去操作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就就就可以免这些可以避免这些事情啊 啊啊然后媒体的就因为经过这个媒体的报道以后呢那很多人就觉得所有的方生都是呃破坏环境那这种的话可能是个别的人有这样子的想法嗯但是我想不会所有人就觉得吧所有的方生都是破坏环境可能有这种吃这种观点的人呢我想还是应该是少数吧也也也是可能是没有经过思考 哦很简单的呃呃呃呃呃呃呃这个这个是去想啊把防生都是破坏环境的那这样子的人我想应该是不是很多了啊我就觉得主要是我们佛教徒次生要把这个方生的所有的过程啊都要都要如理如法都要符合科学啊这样子就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样的避免这些事情嗯所以说我们可能理解的您刚才提到的 这几个外地的人 可能在放生的时候 没有考虑太多 他们可能是盲目的放生 造成了媒体的这样一些报道 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实施 所以我们自身 佛教徒自身 要做到科学 考虑到后果 就不会有媒体的这些复材的报道 也会把这些生命 能够最大限度的 能够获得自由 好 我们下一位朋友 看部您好 近期也看到一些报道 有人放生几百只 有生态杀手之称的巴西龟 结果就引起争议并且被阻止 然后国家2017年的1月1号 实行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里面有一条特别的规定说 任何组织和个人 将野生动物放生到野外环境 必须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 当地物种 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生产或者是避免 要避免破坏当地的生态系统 如果因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 对他人的人生财产造成损害 或者是危害了这个生态系统的话 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请问刊部 对实施的这样的一个法规 您怎么看 然后法律这样去干预了放生活动 是不是意味着放生 以后会越来越难 谢谢刊部 在国外很多地方都本来就是这样子 我想的话这个不会放生越来越难 就是会 我想的话就放生就是越来越规范 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法律的话 就在他的这个法律的允许的框架之内放生的话 那么也应该是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 这是一个另外这也是一个好处 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放生 导致比如说当地的居民也好 其他的屋中也好 比如说生态还有居民 跟他们就带来一些损失 这个本身就是佛教里面本来就是不可以的 如果我们的如法的放生 按照佛教的要求去放生的话 这个法律是不冲突的 所以我想这个不应该有这个珍贵的这个如理如法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今天讲的这个科学放生 是不会有什么什么影响了 那当然比如说我们像以前那样子 这个随便放 又不去考虑这个生态的破坏 然后又不考虑环境的污染 然后又不考虑这个当地的人的这个生活 会不会带来影响呢 这种这样子放生难用 这个本来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律的具体的内容 我不是很清楚 还没有看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不会越来越难 这个应该是越来越规范 但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这种方圣的方法 即使是没有什么法律的这个这个惩罚 本来就是不对的 如果这样子放下去的话 最后就是这个方圣这两个字 听到的时候就很多人就不高兴 任何一个事情和任何一个制度 他的这个毁灭的东西和结束的东西 就实际上就是在他自己的这个存在 他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们现在这样子这个方圣不规范 然后这样子这个拦拥 这样子的话呢 那到时候即使是没有什么法律的话 那到时候大家也不高兴 没地方放最后也就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这个这个法律的话 那就方圣就慢慢的组间的就是走上了一个比较合法 还有就是一个比较规范的规刀上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的 您觉得有这条法律是可以让我们的放生的行为更加的规范 对但这个法律的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像刚才你这样的这样子的话 那应该是很好的 对 好 感谢看部的精彩解答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期的会登问道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 那更多的互动和问题 我们将在下期节目为大家解答 感谢各位观众的永远提问 也感谢看部的精彩解答